接著我們就要談做工 我們希望讓打樁機可以把那個樁打得更深 就是它要具有更大的能量 我就要把那個樁拉得更高 我拉得更高它就具有更大的重力位能 掉下來之後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就把樁打得更深 丟出去的球如果要它飛得更快 能夠打破更厚的玻璃 我就要更用力的去丟 讓它的動能能夠增加 這邊我都提到了 我做了一件事情 讓它的能量會發生改變 這個就叫做做工 做工的結果就是它的能量會發生改變 這個是我後面會提到的一個重要的原理 叫做功能定理 這是我後面要講的一個重要的原理 叫功能定理 做工的結果就是造成能量的改變 所以我們說我有能量就是我可以去做工 我做工就是改變它的能量 改變它的能量 做工就是改變能量 所以我對東西吃力 對它做工就改變它的能量 讓它能夠做的事情會發生改變 做工怎麼做 做工就要對東西吃力 並且嚴厲的方向產生一個位移 我選做W等於F乘以S 我的F旁邊畫了兩條線 是什麼意思啊 告訴你力跟位移要怎樣 平行 不平行呢 就要找到平行的量 那如果垂直有沒有平行的量 就沒有了 垂直就找不到平行的量 這代表是它做工多少 0 這代表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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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重點 一 背公式 W等於F乘以S 第二 注意 F乘以S的關係什麼關係 平行 當初八年級教你的時候 我告訴你背公式 要注意有沒有限制條件 有沒有 就是限制條件 力跟位移要互相平行 要找到平行的量才有 不平行就要找到平行 沒有平行就是沒有 沒有 所以做工就是力量成位移 那當然考試就是簡單題 告訴你施力量牛頓 位移5公尺 做工多少 那不簡單題呢 我不告訴你施力 我告訴你加速度 我告訴你速度 你自己給我算施力 OK 或者是我不告訴你位移 你自己給我算位移 就會變成所謂的麻煩題 麻煩題 做工就是力量成位移 牛頓乘以公尺 單位也是交韌 牛頓乘以公尺 單位也是交韌 所以工當然也是交韌 OK 重點 力跟位移要互相平行 圖上面顯示的都有平行 左邊的圖 向右邊移動 施力向右邊 力跟位移平行 有作風 右邊的圖 右邊的圖 施力向上 球位移也向上 有互相平行 有作風 放下來可不可以 也可以 施力向上 位向下 這也是有平行 也叫做有 作風 那有什麼不一樣 待會告訴你 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OK 那 平行的就有作風 不平行就沒有作風 所以 不平行就要找到平行的量 那如果垂直就找不到 沒有平行量就是沒作風 這就扯到了 等一下會出現的問題 一種問題就不要算 只問你有沒有作風 有力量有位移 有平行有作風 沒力量 沒作風 沒位移 沒作風 力跟位移不平行也 沒作風 我們後面會有這樣的問題 來問你 所以 不平行要找到平行 那如果 垂直就完全都沒有啊 好 剛才講過一個 施力向上 位移向上 施力向下 位移向下 都有作風 哪裡不一樣 兩個是同方向 也叫做做正風 正正會得正 腹腹還是會得正 所以 同方向的叫做做正風 反方向的叫做做復工 反方向做復工 反方向做復工 所以力跟位移同方向 叫做做正風 力跟位移反方向 叫做做復工 那 做正風跟做復工有什麼差別 我們在後面講功能原理就會告訴你 那我們先問一句話 在國中生能夠碰到的情況之下 有一種力量決定做復工 誰 誰 誰 有一個力量 你們國中生的程度所碰到的 我像高中生有人問過我 說有沒有例外 我告訴他一個例外 我說我不用教過的 他忘了 不用教過的 你們一般 一般參考老師告訴你的 有一個力量一定跟位移反方向 所以他一定會做復工 哪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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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Burr Burr 前小老師大人 摩擦力喔 請坐摩擦力 摩擦力 你說老師你這個想有例外 有 什麼例外 車子 車子往前開的時候 摩擦力向前 車子也向前 這個你們當作不知道就好 你就當作不知道就好 國中會問你 國中沒有人問這個 高中有人問 高中生問過我 我說這樣 他說阿阿阿一下 我說我不用教過你 我不用教過你 OK 你就不要管 國中生問過什麼都是 摩擦力都跟運動方向相反 所以摩擦力做成功 摩擦力做成功 摩擦力做成功 好 了解 什麼算是做功 力量強會移 為所注意事項 力跟位移要互相 平行 同方向會怎樣 做正功 反彈彈彈彈會怎樣 做復工 正功方面有什麼差別 後跟膠 後跟膠 OK嗎 OK